Hello,大家好,我是冰哥 今天为大家分享一道爆炒花菜的家常做法 做法简单,不用焯水,也不用过油 这样做出来的花菜鲜香可口 辣味适中,好吃,又下饭 准备花菜半颗 将多余的花菜头去掉之后 改刀切成小块备用 切花菜要从根部往下切 用刀轻轻的把它的筋切断 然后掰一下 这样切出的花菜就一朵一朵的 非常的漂亮 切好之后,装入清水中 加入一勺食盐 再用手把它搅拌均匀 用盐水浸泡可以起到杀菌杀虫的效果 放置一边浸泡15分钟 准备250克五花肉 去皮将五花肉切成薄片 五花肉的目的是增加香味 五花肉切好后 装入一个碗中备用 再准备30克大蒜 将大蒜切成薄片 切好后 切好后装入一个小碗中备用 再准备三颗小米辣 不吃辣的可以不放 将小米辣切成圈 切好后 和大蒜装在一个小碗中备用 再切一颗红线椒 将红线椒切成马蹄片 一颗青椒 青椒也切成马蹄片 切好的青红椒 也装在一个小碗中备用 最后我们再准备一把韭菜 把韭菜切成团段 如果没有韭菜 也可以放洋葱 将洋葱也切成丝 切好后装入一盘备用 配料全部切好了 我们的花菜也泡好了 将花菜清洗一下 捞出来装在一个盘子中 备用 然后我们起锅 加入适量的食用油 油热后加入五花肉 把五花肉快速地翻炒 爆出它的油脂 炒出它的香味 把五花肉炒至微微变黄 倒入刚才切好的小米辣 干辣椒和大蒜 快速地翻炒 炒出它的香辣味 炒香后直接倒入花菜 快速地翻炒 不停煎锅 开大火烧制两分钟 烧制八成熟的时候 我们开始调味 一勺生抽 半勺老抽 盐和鸡精 少许的白糖提鲜 再次快速地翻炒 煎锅 调料翻炒至均匀后 加入刚才切好的青红椒 再次的快速翻炒 将青红椒炒至放生 拌入刚才切好的韭菜 加入少许的明油 增加菜品的亮度 快速地翻炒几下 将韭菜炒至断生 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好了 现在开始出锅装盘 一道非常美味的爆炒花菜 就制作完成了 这样不用焯水 不用过油炒出来的花菜 更脆爽 更鲜香 你学会了吗 好了 今天的视频又分享到这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 记得点赞加收藏哦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谢谢大家